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课 早餐好 今天我们这一堂课 学习关于能量代谢和体温调节 能量代谢和体温调节 这一个章节与生理学其他的章节有些不同 那么其他的章节主要是以特殊的器官和系统 那么作为观察和研究对象 而这个能量代谢和体温就是热的调节 是每一个集体内每一个细胞 都要进行的能量的代谢和热量产生 因此它是一个全身性的 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系统 那么现在随着这个疾病谱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人类由于这个能量代谢 代谢方面所造成的疾病 在人们的健康中间所占的这个比重是日益的重要 那么代谢综合征这样的疾病就是越来越多 因此我们通过对这个能量代谢 集体的能量代谢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和一些这个一般的规律做一个认识 那么有利于我们在今后对代谢性疾病的认识打下一个基础 那么关于这个能量代谢 Inig metabolism它的这个所谓能量代谢指的是在机体内能量的产生 能量的转移储存利用释放这样的全过程 整个过程都属于这个能量代谢的这样一个范畴 所以我们在考察这个能量代谢的时候就要关注在体内 就是说在伴随着功能活动 伴随着物质代谢 在这个过程中间能量转移的这样一个规律 那么能量的来源 在人体的过向的生理活动中间 能量的来源呢 主要是利用食物中隐藏的化学能 那么这个进入人体的营养物质 这些所谓的营养物质都是能够提供能量的这样一些物质 在体内进行氧化反应的时候 能够产生这个释放这个化学能 那么体内的三大类的营养物质 就是糖 脂肪和蛋白质 那么都是属于含有这个比较高能的这样一个化学界 在氧化反应的时候产生爱氧化碳和水 以此这一类的营养物质通称为碳水化合物 那么所释放的能量呢 用于就是说能够有大约一半的 50%的左右是以热能的形式 以热能的形式 那么产生或者维持这样一个体温 另外大约50%的自由能 所以那个自由能呢 那么用于合成这个ATP 这样一个磷酸物质 那么ATP呢 是许多功能活动 所直接利用的能量形式 包括肌肉的收缩和舒张 细胞的合成和分泌 细胞的物质转运 线体分泌等等等等 都是利用这个能量 ATP作为直接功能的这个能量的来源 这个ATP呢我们在生物化学 这个课程学习的时候都已经学习过了 那么ATP是由腺肝 腺肝磷酸化以后 那么一个磷酸化的 一磷酸腺肝 AMP 那么再加上一个磷酸腺 艾能 艾磷酸腺肝呢 则是叫ADP 三磷酸腺肝是ATP 那么这个能量呢就蕴含在这个磷酸腺上面 因此我们称这种高能 称它为高能磷酸腺 它是 那么 集体利用ATP的能量 就是利用这个高能磷酸腺的打开 那么高能磷酸腺ATP 分水解一个磷酸以后 形成ADP 与此同时有能量释放 ATP 生成ADP 就有能量释放出来 为生理功能的所利用 那么 如果能量储存的时候 也就是将ATP 转换成ATP 所以呢 ATP和ADP之间 那么 艾磷酸腺肝和三磷酸腺肝之间的 这个 始终处在一种磷酸化和去磷酸化这样一种 循环的过程 那么 就使得能量呢得以这个利用 因此呢 ATP 可以充当为 机体内的 能量支付的货币 因为许多的 生理功能 直接是利用这个ATP的 所以它是 能量支付的货币 那么 除了ATP和ADP之间的转换 ATP以外呢 细胞类 还有另外一种能量储存的形式 那就是磷酸基酸 磷酸基酸呢 也是含有高能磷酸件的 高能磷酸件的 就是说 但基酸 基酸 磷酸化以后 生成磷酸基酸 生成磷酸基酸 就把这个能量储备起来 那么磷酸基酸也可以去磷酸化 又还原成为磷酸 还原成为基酸 那么其中这个高能量物质 可以跟ADP之间相互的交换 这样呢 就 这个 由于这个 ATP是集体直接所利用的 而磷酸基酸 那么 功能 生理功能 不是直接利用的 这个磷酸基酸 因此呢 这个磷酸基酸 和ATP之间是一个相互转换 可以将磷酸基酸看作为ATP的储存库 是一个储存的 那么 暂时就是把它储存起来 在另外一方面也提示着 因为机体内许多的感受的装置 就是感受一些物质变化的一些感受装置 是能够感受ATP的浓度的 这就需要呢 ATP的浓度啊 有一个比较相对的稳定 就是波动不宜太大 那么 为了减少它的波动 也就是说 ATP水平的变化不大的话 就需要一个储存的库 来缓冲ATP的这样的变化 所以这个磷酸基酸啊 它的功能意义 有两个 一个是储存 能量的储存 第二个 就是缓冲ATP水平的剧烈变化 那么能量代谢 作为是 就是我们观察这个生命现象 研究这个人体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测的一个 一项内容 就是要观测这个人体的能量代谢的情况 由于许多的这个生理功能也好 许多的疾病状态也好 都与这个能量代谢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通过观测能量代谢来评价人的功能 评价健康状况 那么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能量代谢的这个测定呢 它的主要的原理和方法 包括了直接测热法和间接测热法 测热就是说不管这个 一个人体啊 作为一个整体 不管它各个部分细胞内发生什么样的生物化学反应这个细节 但是所有的能量的转换的最终形式是什么 热能 是吧 不管是机械的 机械的活动 有化学的合成与分泌等等 那么神经的电的活动 最终这种能量转换以后最终的形式是热能 那么这样呢 通过测定一段时间 整个机体的产生的热量 所释放的热量 那么就能够估算 在这一段时间 机体总的能量的消耗和利用的物量 总的消耗了多少能量 所以利用这样一个测热法 来观察这个代谢的情况 那么测热法 测热法呢 测热法呢 如果泡在这个水里面 那么它身体在不断地涮发热量 这个涮发的热量是什么 将水呢 加温 是吧 将水加温 我们利用水的比热 那这在物理学上 我们知道的 你有水的比热的性质 一定体积的水 那么加温度变化了多少 比如说升高了多少温度 那么根据它的水的比热 我们是可以计算出 那么这个水啊 吸收了多少热量 那么这个热量 如果是一个绝热的环境下 这个热量不会丧失 不会出去 那么这个热量全部来自于 这个人体的示范 这就是直接测热法的这个原理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 因为食物的氧化转化为热能 那么大约百分之五十 是转化为 变成热能了 那么当然对这个有贡献 那么即便另外一部分 自由能 它转变为ATP 那么ATP利用以后 不管是对外做工 还是这个 还是电活动什么什么的 那么都能够最终 也是转化成热能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 这个水里面所吸收的热 是总热量 这一段时间 集体产生的总能量 那么这是一个直接测热法 直接测热法 当然这个 这里面还有一些辅助专制了 那么大致是什么呢 因为人在这样一个密封的箱子里面呢 他还要呼吸 那么呼吸本身 如果这个呼吸的气体 与外界相通的话 那么呼吸本身也 呼出气体 也会带走热量 是不是 因此呢 就装置尽可能的设计 即便是呼出的气体啊 这个热量也要被这个里面的装置所吸收 那么就要保证他在一个密封的环境下来进行呼吸 那么这是这样一个直接测热法 那么直接测热法呢 显然 比较的直观 很容易解释这样一个结果 是不是 这个结果很容易解释 比较直观 但是呢 他这个专制 从这个专制本身来讲要求呢 比较的复杂 比较的复杂 因此呢 除非特殊的这个研究 特殊的研究机构 研究目标 可能需要这样的专制 那么大多数 从实用的角度来看 我们还可以寻找一些 这个 比较容易做的 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做的一些方法 哪怕是这些方法 或许是解释是有些间接的 或许是这种精确度 要受到一些损失 要牺牲一些精确度 那么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就是 间接测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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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够直接测定 某一段时间 机体所示范的热量 我们不直接测定 机体所示范的热量 我们是通过一些 基本的物理化学原理 来计算 来判断 推测 这一段时间 机体所示范的热量 那么这个间接测热法 是根据的基本原理是 定比定律 化学的定比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 就这样两个基本的原理 来是作为间接测热法的理论基础 那么作为间接测热法 我们就要弄清楚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 因为人的所有的能量的来源 是来自于三类主要的营养物质 是糖 脂肪和蛋白质 是吧 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白三种营养物质 每一种营养物质 氧化分解时产生的热量是多少 那么就是说 在一个小时 这一段时间 一个人所释放的热力 热量 总量是多少 多少 比如说说一个数字 某个数字 那么这个数字里面 其中有多少是来自于糖的 有多少是来自于蛋白质 有多少来自于脂肪 是不是 就是说 每一种营养物质分解氧化时 产生的热量是多少 这三种营养物质在这一段时间 过氧化了多少 那么只要 这两个问题 我们能够回答了 能够了解清楚这两个问题 我们就能够估算 就看看 在一段时间里面 这个机体啊 它消耗了多少葡萄糖 消耗了多少脂肪 消耗了多少蛋白质 根据每一种物质养化时 所释放的热量 那我们加起来 那么就知道了 这个机体这一段时间 消耗了多少的热量 我们不讲它释放了多少热量 但是我们知道它消耗了多少热量 那么这就是间接车热化和 直接车热化的 着眼点不同 直接车热化是热量的释放 释放了多少 那么间接车热化 我们间接的推算 这一段时间它能够 就是说消耗了多少营养物质 消耗了多少热量 那么根据定比定律 根据定比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 这两个定律 那就是说消耗了多少物质 最终产生的热量 是能量守恒的 这个不用自离 那么定比定律 我们也知道 比如说一个葡萄糖分子 消耗六个氧分子 产生六个氧化碳和六个水分子 同时在这个氧化过程中间 释放六百八十六千卡 这个就是一个葡萄糖分子 释放六百八十六千卡 这么的自由能 那么这是定比定律 定比定律 那么ATP分解一个磷酸 生成ATP的时候 每一个分子能够释放一十二千卡的热量 所以这是在细胞里面 在细胞里面 那么在根据我们在生物化学 这个课程里面学习到的 三索酸循环 一个葡萄糖分子 经过三索酸循环 能够产生三十六个ATP分子 是吧 葡萄糖氧化 在体内的氧化 产生三十六个ATP分子 那么每个ATP产生一十二千卡的能量 三十六 那么乘一十二等于四百三十二千卡的能量 那么这四百三十二千卡的能量 是在细胞内经过三索酸循环 那么所产生的属于自由能的 那种性质的能量 自由能的性质 我们前面这样一个这个反应 就是葡萄糖氧化反应 所产生六百八十六千卡 这是一个在四管里面燃烧 让它燃烧所产生的热量质 在四管内燃烧 而在这个细胞内的氧化呢 产生四百三十二 那么这个比值大约百分之六十三 它稍微超过我们前面讲的大约食物 营养中间百分之五十 是吧 超过了五十 那么从这个热供效率来看 这个是相当高的热供效率 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机器 那汽车发动机啊 飞机的发动机这样这样一些 最好的这样一种发动机 它们的这个热供效率都不超过百分之二十 那不超过百分之二十 这大量的其他的能量都是以热能的形式上发了 那么这是在 这就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知道 就是说很多物质啊 它在这个有用功 或者就是说自由能的释放的过程中间 那么在体内的这个氧化反应所释放的自由能 和在体外燃烧的时候所产生的热量啊 是是不完全一致的啊 是有一定的这个不同 那么这样的话 那这个氧化与能量代谢测停有关 就有几个基本的概念 第一个是每种物质 每种营养物质氧化时所产生的热量 我们用热价 用热价来 来表示每种营养物质 在氧化的时候所释放的热量 这是热价 那么第二个氧热价 氧热价是根据 根据定比定律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葡萄糖 一个葡萄糖分子 消耗六个氧分子 产生六个氧化碳和六个水 那么同时释放 释放686千卡的热量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就是说一个葡萄糖分子 消耗了六个氧分子 产生了这么多热量 那么就是 根据这样一个定比定律 所谓氧热价 指的是某种营养物质 每消耗一定体积的氧 或者每消耗一生的氧 所产生的热量 但是不管这个营养物质是多少 只管它在氧化反应中间消耗一定数量的氧 所产生的热量 注意这个热价和氧热价 它的含义的区别 第三个 呼吸山 呼吸山呢 那么根据这个前面我们讲的氧热价 它消耗一定数量的氧 我们还可以推荐 就是说 在一段时间内 肌体代谢所产生的氧化碳 与在这个时间所消耗的氧的比值 就叫做呼吸山 刚才我们看到葡萄汤 一个葡萄汤分子氧化以后 完全氧化 产生六个分子的氧化碳 是吧 那么消耗六个分子的氧 那在常温常氧下 不管什么样的化学物质的分子 气体分子 它的体积怎么样 都是一样的 那都是一样的 那么六个氧化碳分子 和六个氧分子的体积 那么这个比 是一比一 是吧 那么就是 所以葡萄汤的呼吸山为一 而脂肪和蛋白质 这两个营养物质 它们分子内部所含的氧原子的数量 要少于 要少于这个葡萄汤的分子 因此蛋白质和脂肪在氧化的时候 需要更多的氧的参与 会消耗更多的氧 因此 那么 这个脂肪和蛋白质的呼吸山 就要低于 要低于葡萄汤的呼吸山 好 这因为这样呢 这个呼吸山 如果我们知道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呼吸山 就是知道它消耗了多少氧 产生多少氧化碳以后 我们大致能够看它这个呼吸山 结晶一个什么素质 是结晶葡萄汤呢 还是结晶蛋白质 我们大致可以估算 这时候所消耗的营养物质 主要来自于 糖或者是蛋白质 或者是脂肪酸 那再根据这个时候的 这个物质的 热价 或者养热价 我们就可以推算 多少的热量的消耗 那么由于呢 在体内 这个蛋白质的代谢 体内蛋白质的氧化 和体外蛋白质的燃烧 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别 所产生的热量 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体内蛋白质代谢的最终形式 是形成了尿素 尿素 尿素这个分子 它是氧化是不完全的 它分子里面仍然有部分能量 在分子内 因此体内的蛋白质的 自然的 在蛋白质的分解代谢 这个氧化反应的 所释放的能量 要小于 要小于在体外燃烧 同样的 那么它的这个 因为它氧化不完全 氧化不完全 所以呢 它要氧化完全 可以需要更多的氧 因此它的呼吸山 也是不同的 也是不同的 所以呢 要考虑这个蛋白质的因素 可以在这个 整个的呼吸山中间 减去 由蛋白质代谢 所产生的这个 消耗的氧 和产生的氧化碳 去掉蛋白质以外 剩下 就剩下 痰和脂肪 这两类的呼吸 两类营养物质的 共同的呼吸山 叫做 非蛋白呼吸山 叫做非蛋白呼吸山 那么这是简要的 这个概念要讲一遍 那么这里再重复一下 热价指的是一克食物 在体内完全氧化 或者体外燃烧所释放的能量 那么一般来说 在体内氧化和在体外燃烧 它所最终产生的热量是一致的 因为这是热力学第一地律 能量守恒地律 那么当然有物理热价在体外燃烧 所释放的热量 有生物热价 似乎在生物氧化时 所释放的热量 我们来看看三类营养物质的情况 那么谈物理热价等于生物热价 脂肪也是这两个相等的 唯有不同的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蛋白质 这物理热价23.5 生物热价18 要生物热价小于物理热价 因为在体内 蛋白质的氧化没有达到完全氧化的程度 它是以料素的作为最终的氧化产物的形式 好 氧热价指的是某种物质氧化的时候 每消耗一身氧所产生的热量 每消耗一身氧所产生的热量 像葡萄糖分子 每消耗六个氧分子 产生六个氧化碳 产生一定量的热 因此我们知道 如果说某个机体 在这段时间里面只供应它葡萄糖 它只消耗了葡萄糖 因此我们不需要测定它这时候产生多少热量 我们只要测定它这一段时间消耗了多少氧 根据葡萄糖的氧热价 我们就可以计算它这一段时间所消耗的热量 是不是 因此根据机体在一定时间内的耗氧量 推算出它的能量代谢率 那么这一条 如果直接用氧热价来推算这个热量的话 那么就必须要知道这一段时间消耗的是什么形式的 哪一种营养物质 是消耗哪一种营养物质 或者是几种混合的营养物质 过氧的比例是多大 就是根据这个氧热价来的 那么 另外呢我们就可以 第三个就是呼吸酸 是一定时间内机体爱氧化碳的产量 与同一时间内耗氧量的比值 那么就是 比如说这个葡萄糖 刚才我们说了 它的比值呼吸酸是一 产生的爱氧化碳和氧的比值是一 脂肪 脂肪因为这个分子里面所含的氧原子的数目 比例比葡萄糖要低一些 因此它在氧化的时候需要消耗更多的氧 因此它的这个呼吸酸肯定是小于葡萄糖的 那么它的呼吸酸0.71 0.71 就是它的这个比值要低一些 而蛋白质呢 是因为它是不完全氧化的 所以它大约等于0.80左右 0.80 就是说这是蛋白质的呼吸酸 在体内不完全氧化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样 知道了三种营养物质的这个过制的呼吸酸 氧化的时候呼吸酸 那么如果这样的我可以测定这个呼吸酸 一个总的呼吸酸 看来这个总的呼吸酸 如果是洁净为1的话 也就提示着这段时间 机体所消耗的这个能量主要是葡萄糖 如果洁净0.7的话呢 那么就说主要是脂肪了 是吧 所以根据一定的数字 总呼吸酸一定的数字 大致可以推算这三种营养物质 过占的比例 那 过占的比例 大致可以推算 然而呢 因为有三个 三种物质的比例就难度要大一些 要计算它的比例要难度大一些 这就像我们在中学学习过的解不定式方程 是吧 解不定式方程 那么你有这个有三个字边量 有三个字边量 那么在产生这个因变量的话 就难度要大一些 所以我们呢 就可以简单一些 就是将三个字边量啊 变成两个字边量的 就是把蛋白质部分去掉 就成为非蛋白呼吸酸 那么 非蛋白呼吸酸指的就是 仅仅是糖和脂肪这两种物质混合时 氧化 二氧化酸产量与 耗氧量的比字 那么 这样呢 我们得到 非蛋白呼吸酸以后 这是非蛋白的 不含蛋白质的 那么只有 那就是两个因素 在这个中间所占的比例了 是吧 那么我们就很 很容易计算了 就比较容易计算糖和脂肪比例了 看它结晶0.71还是结晶1 那就比较容易推算它们的这个比字 就结晶 这样一个方程 那么呢 非蛋白呼吸酸如何得到 如何把蛋白质部分给去掉呢 那么我们通过测定这个尿液中间的 含氮物质 尿氮 尿液中间的含氮 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蛋白质的分解代谢 最后产生氮 那么氮 在蛋白质中间所占的比重 所占的比例 一般比较稳定 大约在16%左右 因此我们测定一段时间 这个尿液中间氮的多少 能够推断出这一段时间有多少的蛋白质 被分解了 那么这个蛋白质分解 根据蛋白质的呼吸酸 它消耗多少氧 产生多少氨氨化碳 然后从总的这个呼吸酸中间 减去由蛋白质代谢所消耗的氧 和所产生氨氨化碳的数字 剩下的这个比字 就是非蛋白质吸酸 然后根据有些这个经验 根据有些经验 我们较和书上有列表 那么就是说 非蛋白质吸酸一定的这个比数字 我们实际测定这个非蛋白质吸酸 测定这个数字了 那么这个大概是脂肪占多少 痰占多少 这样的计算起来就简便一些了 当然还可以更为简便 就是说一般的饮食情况下 一般的这个情况下 人的这个混合呼吸酸大概是多少 所以我们取一个固定的 一个呼吸酸的这个数字 那么这个是我们不再车呼吸酸了 只车消耗的氧就行了 爱氧化碳都不管它了 只车消耗的氧 然后这个在这样一个呼吸酸下面 他们的这个氧热价 呼吸酸和氧热价之间的这样一个 关系那个这个时候计算它 测定它所消耗的氧 沉上氧热价也就大致可以估算 当然不那么准确 不是百分之百的精确 但是比较的捷径 这个更为实用 因此在临床 在临床在评价一个整体 评价一个机体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评价某个器官的功能状态的时候 就是主要看它的这个 就是说耗氧量是多少 耗了多少氧 推断出它的代谢情况 你看现在这个老功能成像 这个人体老功能成像 是个活体 就要看看哪个部分的老功能区域 处在一个活动状态 那么它处在一个活动状态 耗氧量就会怎么样 就会增多 耗氧量就会增多 那么其实就只要看 在这个时间到达某个老区域的血流状况 因为它氧量越多 血流供应就越大 还有以及局部的养合血红蛋白和还原血红蛋白的状况 也可以推算出这一段时间的供应量 所以说越来越间接一些 但是越来越洁净实用 就是说根据推算它的耗氧量 来判断它的功能状态 那么前面呢 就是整个的这个代谢的测定 我们介绍了两种方法 那么一个是直接测热法和这个间接测热法 那么间接测热法 那么在实际应用中间要更多一些 那么能量代谢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呢 影响能量代谢的因素 包括肌肉活动 精神活动 食物的特殊动力作用和环境温度 肌肉活动 因为这个人体的重量 那在这个人体的这个重量里面 肌肉是占相当大的比例 而肌肉是一个做机械工的这样一个器官 因此肌肉是人最大的产热器官 人最大的产热器官 是肌肉 因此肌肉活动是能够非常显著的影响能量代谢 是最为显著的影响能量代谢的因素 肌肉有活动 能量代谢就增强 这个很容易理解 第二个精神活动 精神活动主要在大脑 主要在人的大脑 那么大脑的这个精神活动啊 就像一台电脑 很复杂的很高速的运算 那么需要大量的能量 也因此能够产生示范热量 精神活动也是啊 一个是呢精神活动本身 那样神经细胞本身的活动 一个是神经细胞活动以后 所带来的带来的外周的器官组织的活动 那么所以呢对于这个能量代谢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那相当大的 第三个食物的特殊动力作用 那么通常呢我们观测到一种这样的现象 这个人呢在饥饿的时候 在冬天饥饿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冷 特别冷 那么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人一进食吃了一些东西以后 就觉得不那么冷了是吧 能够抵御这个寒冷 觉得暖和一些了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那么这种现象就是人们所观察到的 在进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面 机体的产热要比平常的时候要多 那进食以后 机体的产热是增多的 所以说虽然处于安静状态 但所产生的热量要比进食前有明显的增加 那么这是因为食物使机体产生额外热量的作用 称食物的特殊动力作用 那么这种表述方式 那么这种表述方式 几乎是所有的教科书 不同的层级 不同的学制 几乎都使用这样的表述方式 食物使机体产生额外热量的作用 称食物的特殊动力作用 我倒认为啊 其实不是食物 而是进食 而是进食 不要用这个 不要用这个food 而是用feed 可能更为准确一些 feed是进食嘛 food就是食物 而是进食这个本身 进食能够使机体产生额外热量的作用 成为特殊动力作用 因为叫做额外热量 就有一个误解了 比如说我进食 我现在进了1000克的这个热量的食物 那么机体还要产生额外的 就是比食物本身的热量还多的 额外的消耗到变成1200卡 是吧 1.2千卡 那从整个这个经济学角度来看 这个机体是不划算的 划不来的 是吧 我吃了一 吃了1000卡 结果消耗1.2千卡 是不是划不来 那么这叫做给人造成这样一个错觉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那不是这样的 只是这个进食本身 它产生一些热量 但并不说你那个一千 摄入1000卡的热量 这个时候都完全消耗掉了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这像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 现在你们家里 给你一个汇款 给你寄了一张汇款 1000块钱的汇款 那么这张汇款呢 你要需要到火车站的那个地方 那个邮局去兑现 去取这个汇款 1000块钱 这是你得到的1000 但是你要到火车站去取 你首先要打个滴 或者做个公交车 到火车站去把那1000块钱取回来 那么在打个滴这个路上 你先没拿到这个钱的时候 你就要怎么样 先付出 先要支出 那么食物的特殊动力作用 就是这样 类似这样一种情形 在食物的 比如说 进入消化道吧 阻绝 吞烟 胃肠道的运动 那么这些食物的分解 吸收 进入到肝脏以后进行这个转化 等等这一系列的过程 这一系列的过程 都最终会产生热量 产生热量 就是对食物的摄取 对食物的消化 吸收 转运 这个过程 所产生的热量 那么是由进食来引起的 由对食物的加工来引起的 这就是特殊动力作用的来源 使得这个 这个 产热量会增加 所以食物的特殊动力作用 也是影响能量代谢的因素 另外一个 环境温度 那么 环境温度 是说 人体在20到30度的这个环境中间 是比较稳定的 代谢 代谢 比较稳定 相对来说 比较舒适 代谢比较稳定 那么它 是 如果 不在这个范围 那么对 能量代谢是影响很大的 那么在20到30度 曾经我跟 以前跟一些老师讨论过 以前 现在这个教科书 大概是越来越严谨了 那么以前是说 20到30度的时候 怎么样 是最为稳定 是这个是人 环境温度是20到30度 人 怎么样 是裸体的 还是穿衣服的 穿几件衣服 穿多少衣服 应该有一个标准 是不是 我想是应该 肯定有专门 有专门 有人研究这个问题的话 这应该有个标准的 是吧 穿什么样的衣服 穿发迁的 还是穿棉料的 等等 那也不一样 上这些情况不同 所以呢 那么现在呢 基本上就是说 20度30度 这个指的是人的裸体 裸体温度 或者是就是说 单薄的那么一件衣服 因为我们 如果 比如说在游泳池 是我们能感觉到的 游泳池的水温 一般来说 也就是这个范围 二十几度 有时候 比如说 在二十七八度的时候 二十八九度的时候 那个游泳池的水温 那么人 到了那个游泳池里面去 可能还会觉得 有些冷 有些冷 所以因为直接跟水的这个 接触 跟水的接触 所以这个地方 就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在这样以后 这个范围 代谢相对来说稳定一些 因为超出这个温度的时候 要么太冷 要么太热 那么 集体都需要 代谢要增加 只有在这一段时间之后 代谢相对低的 低于二十度 或高于三十度 代谢都会增加 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包括年龄 包括年龄 性别 和睡眠 年龄 性别 和睡眠 我们来看看 年龄的温度 年龄和温度 那么这个图 标示着这个代谢水平 就是基础代谢 随着这个年龄的变化 那么整体趋势来看呢 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基础代谢的水平是什么 降低的 所以年龄增加 整个基础代谢水平 相对来说是 成降低的趋势 男女 稍有不同 那么 在同一年龄 在同一年龄呢 男性的 这个基础代谢 要稍微高于女性的基础代谢 就是说它能量消耗要大些 特殊 特别 这个情况意味着 在极端环境下 在极端 在特殊 比如说地震 这一次不是最近 在这个四川崖 发生地震 那么在地震这样的情况下 缺少食物和水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那么男女性别不同的耐受能力 是有差别的 那 因为男性的这个基础代谢率高 所以他的维持的时间 就要短一些 那女性相对来说可以维持 更长的时间 另外 我们注意到 尽管总的趋势呢 是年龄增加也降低 但是 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急剧的变化 也就在性成熟期 在青春期之前 由于身体的发育速度比较快 因此 他的这个代谢 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那么随着到青春期以后 就趋于稳定 好 休息一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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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